重新開始拍片,有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今天的主題 Hello,大家好,我是小人毛 歡迎收看小人毛的三次元 很久沒有拍片了 重新開始拍片,有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今天的主題 拍片很多時候都是張桌子做各樣東西 例如試吃、開箱等等 今天很想跟大家親手做這張桌子出來 當然是我一個沒有經驗的新手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朋友來幫忙 三個鐘 一開始有一個設計 但這個設計很快已經被我們斷了 本來想要用一吋半成九吋的橋板 打十字切開它,然後再間成一條一條 因為我想做一個拼木的感覺 但其實你預期這樣切,其實是有現成的木方可以賣到的 你不需要刻意去切多刀 不需要用橋板的 所以到最後決定拿六條木方,就打橫拼起來就可以了 每條可能做一些索色 有些間住不同色的感覺 木方已經訂了回來 很厲害 它即訂即有的 是呀,立即有的 因為這些是普通的木材 很方便 這就是蟲木的 蟲木的木方 好,那我們第一步要做些什麼呢?我想問一下 第一步呢,因為已經處理好了 正常是要過平跑再過八跑才會這麼直 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切你想要的長度 因為我記得你的桌子是1.4米 1.4米我現在又覺得可以長一點 貪心一點 我想說其實很多人做的東西都未必會有桃子給我 就是少數的 是嗎? 是呀,我會很確認 找你派的那些真的不行 Kibby那些吧 其實Kibby是我送禮的 他不是找我做的 起彈 起彈 電機都省了 我真是第一次去操作這麼大型的機械 這部也不大型的,這部是小型的機械 這部是小型 最多是中型的 OK 其實這部機的好處是它可以拖 就是你可以一次過切幾條 你示範一下,你有沒有開機 向這邊推緊它,按住它 然後按這個按鈕,它就下,可以下 如果不按,它就鎖住了 安全鎖 然後按這個,它就慢慢轉 這一下是慢慢的 這個就是你的桌子 越來越小我的桌子 我拿回一點 你剝掉我的桌子 好可憐 然後現在要掉進去 數一二三 一二三 Ki Kiki 來 我想起那條片 賓豬霜的那條片 哈哈 2 1 5 3 3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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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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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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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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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沒錯 就是一種拼木的感覺 就是深淺深淺的感覺 出來的效果是真的我自己很喜歡的 你看看原本的顏色是這樣的 我告訴大家 你已經告訴大家 底部沒有上到的 哎呀,對呀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些什麼 現在要 圓洞 將它們兩個 兩塊板兩塊板這樣貼起來 然後就入筍 這些就是那個 加絲筍 中間就這樣做三條 沒錯 三條 你懶的可以兩條 都可以的 因為你的力不是拉力 哎 現在正在對位 應該我們準備會轉那些洞 對,轉那些洞 就有些輔助工具 就是用這個 可以對齊每一個都是中間 對呀 就一定會令它平 我就轉中間 這個深度也算是位置 對,這個限位限高度 我直接這樣按 傻瓜 傻瓜式 向下轉 然後塑一下它 讓木碎飛出來 這樣吧 它裡面就有一個洞 很容易理解這個 它就是正中間 好,成功了 然後就 木膠水 裡面有些灰色 吹進去 然後再深深 然後在那邊 很簡單 好 然後你深水要好好清 首先知道哪邊 平哪邊 然後現在就要畫在那邊 那這邊就要這樣平 來 就直接拼了 拼它 木膠水 木膠水 然後就 哦,這個洞洞也要擠它 對呀 你會看到很治癒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拿一塊沒有用的木 放一塊這個面 放一塊 擠一些膠水 嗯? 稍後要擠一些膠水 再夾 好,放一塊 定了第一塊 哇,已經2點50分了 是凌晨,沒錯 做到今夜 阿鍾去了買宵夜 那沒理由 只在這裡等他嘛 那我打算呢 自己挑戰一下 那其實剛才看完 應該都不難的 我想我也做到 開工 喂 我們親愛的鍾師傅回來了 我一向都在 我精神爆了你的 我精神與你同在 OK 我們已經黏好了 三坨了 那第一坨應該乾了 是不是 第一坨就應該乾了 可以來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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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好,OK,沒問題 哈哈哈哈 沒有 應該OK啦 很棒吧 很棒 不錯 組好了 我們終於將他們全部組裝在一起了 今晚我打算擺過東西 讓他們夾一下 好嗎 可以 會inker 會比較安全 那明天就應該是一個 原好的一塊板 狡猛 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天了 這樣呢 桌子已經 完全地乾了 是時候開夾了 看看 成品如何 那麼看看看看看 現在這裡呢 我覺得是 非常的美 那麼 Control changed 我們先擦完限時會不會 耳後再咬ا what like 靜我們叫什麼 開夾 拆了 就這樣看我自己就非常滿意了 就讓大家看看近鏡如何 看到其實我上色的時候 很明顯有些位置做得不好了 應該我猜我重手了 有一塊東西 這裡也有一塊東西 我猜應該不關你本身的木紋事 是我的問題 這塊 拿起來都發現不算非常重 都想可以接受 我自己就很喜歡那種很平衡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這個時候差不多到最後的步驟 就是幫它上腳 腳方面我之前已經買了一隻摺的腳 為什麼腳不用木做呢 純粹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懶 那現在就尋找到中心點 目測是不準的 好了左右已經是非常好 就在這裡好嗎 OK 上螺絲 Nice OK 實正 行 拿下地試試 行 好 穩固 是有點搖 就是這樣 如果有些朋友會用這個袋子 我吃飯 我吃飯 謝謝你 你充分演示到吃飯 要這樣吃 其實桌子還沒完成 最後還要上一層木納 顏色可能會再滋潤一點 阿忠說 好啦 上了 上完之後明顯是不同的 給大家的Close up看看 這一塊是上了的 而其他呢 是未上的 那明顯地呢 這裡好像一層灰灰灰的東西 蓋住了 那這裡呢 就會實正一點 那些顏色 上完顏色之後呢 那隻顏色是非常漂亮 因為本來是有一層灰灰灰的 我覺得是 現在沒有了那個感覺 那些顏色很實正 那些顏色 桌子已經完成了 那另外呢 還做了一個背景 這個背景並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它還可以 沒錯 就是這樣 完全不同的感覺 適合拍不同的影片 不過做了電話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 我沒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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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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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 鍾師傅積極的幫忙下 終於完成了這個 超級難裝的電膜 那接下來我都希望呢 用這個設定呢 可以拍多一點給大家看的 那這條影片到這裡先了 按個鐘仔 下次再看 我是小萊姆 拜拜